住宿条件可能不是特别的好 可能至少下层就分一半 然后在现在那里住宿 现在知道的就是失处型的情况 大家都不安心 病毒没有国建 抗击疫情也没有国建 那么从国际社会来讲 大家团结合着 才是最有利的 抗击这次疫情的有利武器 所以我们这次 虽然埃塞奥比亚目前来讲 它的发病人数 确诊的人数并不是太多 但是由于埃塞奥比亚 是一个非常不发达的国家 那么它的检测的人群 是非常有限的 可能实际 这个发病的患者 远远不止这些 所以我们这次气 就是主要是分享我们中国 抗击这次新冠疫情成功的经验 同时 给予埃塞奥比亚 我们的同道医务工作者 技术支持 一些科普教育 或者一些抗疫的咨询工作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